上台鞠躬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 这里是神奇陆夫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广为大家所了解 但却让陆夫人 我非常开心的手机游戏视频 没有错 看到这个画面听到这个声音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这款手机游戏 它就是月圆之夜 非常非常开心 哇他们竟然来找我做宣传 我跟你说 不管你广不广 你找不找 陆夫人我肯定要做这个游戏视频的 但你今天既然找到陆夫人我了 我肯定要卖力的去跟你们做 真的 关于这款游戏的一些内容 想法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做了个二批 在二批里面我会说的稍微详细一点 咱们一批就不去讲那种东西了 废话不多 直接开始游戏 认真耐力的给大家去 玩过这个游戏的玩家们都知道 跟上下说 我这个不打算做新手相 就跟这些稍微会懂一点 但是可能还会迷茫 有些怪打不过的一些玩家们做这个视频 大家都知道 每个角色都有一个不敢说是百分之百 但是相对稳妥的过关方法 女骑士是 三板斧 三把狂战斧让普通攻击丢丢丢 太无脑 打起来不太有这个节目效果 pass 游侠比较稳妥的呢 就是能够有一把弓就好 有一把弓就好 无限的往外甩这个 无限的往外甩这个行动牌 考虑一下 修女 修女最厉害的流派是祈祷流 祈祷流里面有一张神卡 就是将自己手中的一张你指定的攻击牌连续打出去五次 在祈祷完五个合之后 当你恰好拿到一张神圣攻击之后 你就可以啪啪啪啪啪 然后自己就叉叉叉叉叉 如果你的全解锁的话 你有极 有极低的机遇 会拿到战士人那张 蹿刺 生本级的蹿刺 一下子十二点伤害 连续打五下就是六十点伤害 非常非常棒 虽然说有节目效果 但是时间太长 估计也得pass 小女巫最稳妥的流派 就是三根魔杖的回膜反上流 回膜反上流 之后你再配上 以防御和护盾为主的 这个魔法搭起来 也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可能会有点拖时间 最后魔术师 魔术师卡牌流其实不稳 他需要配牌 配了很多 魔术师最稳的流派是反制流 手里拿上七八张反制牌 基本上你就可以横逛了 基本上就可以横逛了 他那个凑牌 要比这个卡牌流凑的快点 但是很遗憾的是 因为陆芬 我就是在模拟器上玩 我的卡牌并没有全解锁 现在魔术师玩起来 会稍微有点累 只能打普通难度 纠结了一下 有侠吧 那么咱们开始 真的会迈你给大家做 迈你的原因之一就是 加速 先来张仙女祝福 我不推荐大家这个仙女祝福 选升级 选生命 因为你不是 因为首先大家知道 我先跟你们说 我这个弓箭手 我的这个游侠是准备走行动牌流 走行动牌流的话 普通攻击 肯定到时候是要删掉的 所以说你现在生他的 没太大必要 尤其是面对这个 高阶难度 而且陆芬我现在 我的天赋 我没点全 我上来不可能自动装备 这个隐藏服 他会再尬我一会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保命还是第一位的 再开一个宝箱 可以 前期拿一张 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可以 兴奋越多越好 这个不嫌多 比如学习 可惜 不好意思 我把他再打断了 没事 我替你说完 可惜他住在黑森林里 然后我把他打死之后 他就会说 你能加我魔法吗 如果他不走的话 如果他不走的话 他就会说 真可恶 我的魔法怎么会失效 我新学的咒语 怎么会失效 你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加 第一个选项 加钱 最后加钱 嘲笑他的话 是加勇 我的魔法 对狼人能有利 然后陶教魔法 他会给你说 他会把 我才不教你魔法 然后反过来说 什么 我才不什么 发布教我 什么的 但是我不走 魔法的优下游 咱们就直接加名声就好了 名声多垫钱 为什么要多垫钱 因为咱们流派 主要都是要靠 这个网友酒馆来分东西 因此要尽可能掉钱 这三张牌的话 可拿可不拿 咱们可以先打那些猪猪 尝尝我独夜的味道 打死之后就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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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始你的表演 可以点这个 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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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了一个 巡回台 窃取 这样的话 我的网友酒馆走的 哇 路分我这把挺顺 我这把你录好几遍 再换一手 好 主船的怀角 而且还是去年买的 梦境的世界尾巴 下回合再射 没事我就可以电电掉 谁用能肯定 我们现在经历的 不是一场梦 我跟你讲台词全被读了 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字 可能有点差别 但是这就全被读了 但你要问路分 我最喜欢什么台词呢 肯定不是他这小孩啊 我最喜欢的台词 就是那句 那句台词是我最喜欢的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不就打一张牌 四个护甲 下一张miss吗 我先把你miss了 村庄守卫上来是四护甲 带一个miss 伐木工叔叔 也就是最终boss 他爸最后会变成恶鱼 被我们一剑穿死的 那个 他的技能是这个 他的 刚上来技能是会有一个无敌 都说了越远之遇 不是个外出 看了口气给我送走了 好人好人好人 诶 前期很好用 后期可以删 如果把他打死的话 就是我的帽子又被风吹跑了 或者是如果有询问的话 咱们等询问再说啊 我估计他应该 只有这个的话呢 就是猜 噩梦难度稻草人 他有一招非常厉害 就是他会打一个 他会打一个大火 他会打一个大火 气伤大火 那个是最烦的 我希望我别碰到 嘴 嘴 应该会抽到那个 啊果然抽到了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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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帽子 又被风吹跑了 不过我 不过我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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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打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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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能够给我 哎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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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挺多了 这一件伤害肯定搞 他两张先顶到一张 好 其实我更想顶他第二张 一样 一样的 你说什么说 这是七点伤害 下回合 要你狗命逃犯 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抓走 你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要勇气的话 就帮他 不是就就放他走 然后看他 看他看他会会被冤枉被抓 然后你去帮忙去帮忙 你会被别人打一顿 但是但是把他的误会 就是给你什么了 小心我把你也做成一道菜 肯定要上来像一个雷劈 然后三刀 就要先抓这个 然后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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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切切去 我等不起 我等不起切去 此时不能此时不能进攻 进进攻就没了 没事 他下一回子第一张牌 我会给他miss掉 然后他就只有一个两点伤害了 快出来快出来 他那要死 打不打我 打死的话是我的刀很快 打死的话是我的刀很快 如果没有打死的话 他就会说 让开这是 那个像这个 教会特工的上等猪肉 你去问他上等猪肉 他说对呀 只有教皇和神父 才能享用这种啊 庶民吃不起的东西 还就是这种选项 这次我家挺低的 保持这种选项 保持下去哦 我这都是 货真价实的上等品 这个可以买一下 这些都是被选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这个看人品 送我还行 不送的话 我特别想要 刷 最厉害的是你通过就是爆石 获得的那个 三选一复制 那个好 奥邦又酒馆出现了 今天来点什么 喝下这杯酒 让你忘记忧愁 我这都是 我坚加水 我的猫婆都拿出来 我哪知道你猫婆拿出来 我这都是 肯定会买血的 所以说没有 就是你 打扰本大爷 试玩这刀 还有三刀 好 伤害还是很高的 不打的话有点可惜 五角怪最厉害的是那个反制牌 他会反制吃你东西 一定要先把那个反制牌给他制掉 再顺 再顺 出来了 再顺 好的 爆发 再爆发 再爆发 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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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个能够顶到那张反制牌 顶到反制牌我就赚了 他这回合肯定打反制牌的 还竟然不是反制牌 我记得他那张牌应该是反制吃我卡的 难道我记错了 路夫人你有记错的时候 那当然有 再来 再顺 顺不到了 直接射了 我归射完之后就是啊 还好 哎 你反制牌哪去了 独角怪 怎么全都是刀了呢 难道说他如果第一张出现独角怪的话 他打不出那张反制牌 所以他反制之后他可以把那个 把那张牌吃掉 那张很厉害的 再见 应该是个不难吧 回家睡觉了 哎 可以开宝箱了 看看是什么 来看看吧 我真的挺有你需要的想要密谋的 想要密谋去赌一个那什么的 但是 密谋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除非我能关心不能关心的话密谋没有什么用 这家伙我不想打 又出来了 这好东西永远都在我这 因为我都打不死啊 这里一定有宝物 我预认你会跑 你还没受伤呢 先别跑啊 双反制啊 好毒啊 两个就是伤害还无效 不要跑 不要跑 下回个秒你不要跑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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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 那你的钱我就不客气了 一丑 再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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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丑没牌了 精准 很贵的这个人 20呢 随到就是赚 这个 我我比较喜欢那个灵费的那张卡 灵费的那张卡会屌一些 一丑 怕死 我曾经赋予过匹诺曹生命 看能不能等到那个公 要能等到崩公字话就可以用这个套路 这几次里是另一个世界 乐极挑他烧院 来 过来 面对我 这话怎么说那么耳熟呢 有种不祥的预感 开始一点表演 我看我能躺多少伤害 一点 三点 四点 这已经不可估计了好吗 魔镜魔镜 我要不是天天被你欺负的话 我 我岂能会打出如此套路 这么着急抽 哎 我我就知道会抽到他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没必要我我现在血还算满 下回合可能要开 我看他能能给我打成什么样吗 第一回合我的攻击miss掉了 他下一回合应该打不出来挺大的伤害 因为他下一回合的排队是乱的 我不信他能够崩 哇 我可能要飞掉那个技能了 可能先把他这个给废掉 看清你自己 都说我是女巫的魔镜 再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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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吧 拿来吧你 又有宝贝送上门了 不不不不 我不知道他不是我的家人 阿姨努娜 阿萨爹 拿走反正都不会出闪避的东西 谁拿谁拿又是拿的 谁拿不是拿 反正都不闪避的 死 你看自始至终没闪避一次吧 如果没有这些改死的武器 我就不会使去家人 凶手是我 不不不不 当初我并不知道 怪物是我的家人 阿姨努娜 说实话真正的那个阿姨努娜阿萨爹率的话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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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个 三层遇到 最好是在这里 在这里遇到 最好 不宜使用 好刚用在刀刃上 免费生长机还是要的 好的 再见 我的 你的头发 电着了 打死之后就是 啊我才不是什么 我没炸都会 下回合再窃取一样 他这回合只能打出两张牌 所以法律力炎只要放过他晃上就不高了 他也是他也是那什么比较疼的一个 先参严 先精准打击再窃取 那我给你买炸都会 有了就不要了 这个只要一张就可以了 兴奋 多多 怎么打走兴奋 再见 来早点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你来太晚了 他把这个仙女祝福给他刷掉 因为仙女祝福这张牌 哎呦 古堡三级 我的猫婆都拿去了 这张不错 这张不错 我可以考虑拿一下 又有人来陪我们玩了 欢迎来到古堡 再来喝一杯 对喝一杯 后面这就是刘关章 你知道吗 这就是刘关章 后面那个总总是俺也一样 这样的一个状态 伤害不错 来吧 不就是贴个冰凉 贴个火棍吗 哎今天不是火棍 还是得接火棍 哎你把我星星给打出来了 哇这次他立功了 再虚 好的 再虚 好的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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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虚了他死了 我们曾经也是人类 能否帮我们把这方星转交 你在看信的时候 他就会高你们 拒绝他们 我第一次发生 我以了这两个选项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那什么呢 结果并不是 6点快了 我这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品 拿了吧 我的猫跑都拿去了 残影因为不叠加一张就中了 一等级的试试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先把这个给顶掉 顶掉他 然后加速抽三张 好的射他 打完 下回合再打不死了 我得开无敌了 不然他这一套 啊好闪避 顶掉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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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滚起来 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 滚起来滚起来 但是第三种血死的时候是没声音的 我刚才学的是第一张能看见的那条不 哇 这两个绷带 还有三标 还有还有三标那张我干死的 总之走路的时候踩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把他最恶心的牌给他刷掉了 再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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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那招 哎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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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我刷掉了 他已经没伤害了 不用怕 他没伤害了 他那张那个关键的雷击牌被被我删掉了 两张雷击牌都被我删掉了 这样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伤害了 哇 这一点点伤害也挺难的 不过 该死还是得死 很好 走路的时候踩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下一局才能升级 宝箱怪 打宝箱怪升级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 但是宝箱怪他会先出手 会有你需要的 先pass一下 我看这是什么 可以打他 你在哪里 到底下 我看不到你 蛤蟆预言家 只有一种结局 那就是败在我的手下 请开始这个表演 啊 啊 我的生命在一秒一秒的流逝 你可看我不是那什么是吧 太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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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个无敌吗 不能让他各出三张牌他说你全是攻击牌千万不要打这张 打这张就崩了 然后开一次这个 其实可以嘲讽再开 这样的话可以那个让他活个大 不过如果不开嘲讽再开的话那就不要开了 那就不要不要开了 因为今年顶到他一张 这边可以了 哇神山币 再把它抽出来 再把牌该打的都打掉 除了超风以外都可以打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攻击基本上已经超久快了 他打不死我十四滴血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是因为我这局肯定能赢 赢了之后肯定能回血 他一秒一秒的抽掉我的血 我这一秒一秒的给他抽回来 1962年生人吗 我姥姥也是1962年生人 你看 非常精壮的计算 我还要我钱呢 干嘛 买子弹啊 我跟你说 子弹销量全家我买好了 你就别让我买了好吗 真是孝顺的好孩子 你的外婆貌似为于父弟父亲 就是暗示他的外婆最多会被他杀掉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诶 四级待发 这张牌不错 三级写满了 哇教会医师 这张牌特别烦 连击可以做内断 所以说这张牌是可以拿的 今天来了就拿的 教会的医疗水平 可是医疗的 怪别动 不疼的 等一下吧 这个不然的话我装不起来 不一定打得过他 其实他应该跳过比较好 不过今天打都打了 万幸的是他的伤害还不是特别多 开始转啊 只能这么转 不然也没别的这个 教会医师伤害牌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自护牌很得什么牌 对 和狗牌多 这个是他比较烦的地方 他也想能探紧 先打这个 再打两张阳弓 阳弓 一发好的 再打两张阳弓 再抽 阳弓 再抽 阳弓 再打 阳弓 哎呀 一条 即便没有我,总有一天,你也会变到个黑森林里 I will treat your soul with the demon,and you and your soul will bind with me 这样子 我觉得我可能拿不到装备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加一个装备槽 加一个生动点吧 对,是我自己找上门的,弄死我 菜鸡,第三层遇到他得开心思,小菜鸡 看来会把你也像死亡,看到了无尽的欲望,那另外一个魔物 契牌流也是弓箭用的很不错的一个流派,但是我打不出来 还是这个吧 因为他金刚上来有第一波,那什么比较好 让我祝你避之力 复制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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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别的办法了 多复制一张加速 因为没剑没有不剑 你想挨打吗 我想挨打吗 我好像是无视前三张牌 来吧,这何止无视三张牌 我都给你无视了 无视 无视 再无视 还无视 我来到他 来爽一把,好的 没关系 抽起 抽起 抽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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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就会让 然后是先打这张 再打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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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个无敌 请开始的表演 好疼啊 干完了 干我了吧 来再来三招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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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 抽 再抽 再抽 没了 不好意思 不过可以了 我觉得其他的 根本无法体会 他就不体会呗 只能再拿一张 但其实牌应该精简 不应该拿两张的 刚才应该点个那什么的 不过选都选了 没什么时候 而且也没必要后悔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卡牌收藏家 他还会管你要牌 哎呀 这俩什么玩意 单拆拆 这什么玩意 吸吸吸 怎么打到第三阶段 我路分我的人品 汪吗 这什么 哎 卡牌收藏家来了 出牌的顺序很重要 我知道很重要 哇 哇 炸了 这个真炸了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喝不到的 但是这个仓促治疗 我还是勉强的留一张吧 勉强的留一张 然后删的话 首先删上这个 好的 下一个四十 我还是可以再删的 四十的话 删上这个 剩下的就删不了了 先留一下 我的猫跑都拿出来 这张牌好有用 贝斯不要 来看看吧 会有你需要的 幽灵之刃 可以 写下 他这个 我真希望他们官方到时候改一下 他这个东西 不许得卸下才能装 我的猫跑都拿出来 不好 此极是生 凡人 你想知道什么 话说我没有看见 阿伊努娜 阿萨叠律 哪去了呢 洗 洗 洗 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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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 点 追击 穿上这一二 被刺 被刺 谁知道女巫真实外观是什么 说不定是外观 没有了 没有了 开个宝箱 这个就是那个优惠男女的 这个是优惠 优惠的那个女的 就是那个优惠的那个女的 那个男的呢 被那个厨师砍头了 他俩因为优惠被那个神父都变成了猪 变成了猪之后呢 他的那个优惠男子被那个厨师砍完头之后送给神父吃了 然后他死之后呢 就变成了僵尸 就变成猪寡父 他为什么要把我死了吗 阳光 带阳光 兴奋 兴奋 激励 想想路分想想 我有这个所以说不用怕 没办法还差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太压了 但是他还吸我的 没办法就是他的被动 被动会吸我一下 先把这件穿上 还心没着急传 我吸光了 厉害 点个无敌 没有用的我伤害叠起来你该疼还是一样的疼 先跌伤害 不是先跌那什么 再抽出来 再来 这时候伤害应该已经是最大了 跌射 抽 再抽 再抽 再续 这其实基本上就是在续攻击了 没有东西也没必要回血 再续 我知道被抽完了 没关系 再续 没有加的了吧 再续 下一回合就是这一下 数倍好的 你 虽然我失败了 但或许 你真的可以拯救这片森林 女巫经常出没在这片森林 你外婆的失踪 本来她的冤枝也其实主线蛮灰暗的 长了个猪 猪寡妇 结果弄得很搞笑 这里一直在下雪 雪罐 爱上了火炉 那选者 你的愿望是什么 你想不想 来一个 不要阻挡 雪罐的脚步 雪罐 爱上了火炉 真的没有 价值 价值的上等品 哎 这个好 我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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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 你是我们的主人 新的零件来了 这还有一个是 睁大眼睛 看清楚了 那是一个带了一个 戒兔子 一个机械的 像是蟑螂带了戒兔子 打死他 就是我的零件 该怎么换呢 我的 我该 阿姨努娜 阿萨爹 你呢 我就不想抽到 真的 再抽 再抽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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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算错了 这我失误了 这我失误了 我失误了 说阿萨 阿萨爹 说太开心了 本来这个伤害不应该费的 也就是那张 回血的那张行动牌 是不应该打的 这个话就得打很久了 说不就这么说了 所以该死他也死了 你是我们的主人 万幸还是升级了 这个没必要 陆芬我这种牌 一般都不拿的 卡手 分一张牌 我们瞧瞧这是谁来了 这张牌 其他的牌可以 其实我想分这个 但是这个说不定会有用 把它分了吧 因为你真打不出来 他这个是真打不出来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剑队 幽灵 听从我的召唤 话说 吉安娜他弟弟真的带着剑队回来了 有一说一 如果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话 再抽能不能抽到 抽到 但是他还有一个伤害牌 没有那什么掉 我必须得吃这一下 然后给他加上洗 把这下打出去 这样才能只打个五 不是 再等的话 说不定会有转机 但是我可以打上一个 我可以打上一个免疫 少一个飞踢 这样的话伤害还可以 而且他吃了一个1-1 他这个 他不是第一回合1-1 就是第二回合1-1 这个游定传承 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还能好打一些 接下来基本上就要开个大了 这样子 这个被人家打的 这样的话少一点伤害 那个顶掉反正只有1-1 弓箭手你要是高爆发的打幼鹦船长 可能会难受一点 弓箭手 尤其是这个行动流的弓箭手 好像打起来更轻 更舒服一些 抽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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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击的伤害更高一些吧 所以说应该是 这样 追击 追击个人只有3 好像只减少到 减少到3是吧 我忘了 不过没关系 减少到3就减 减少到3吧 第2次失误 所以说了 严多必失 这个是咱们中国的古话 说的一点 说的不无道理 真的是严多必失 我竟然就没有注意到他有这个 我的臂手怎么掉了 不知道谁给我舔掉的 严多必失 路分我决定 这个boss我冲打 并不是因为打不过 肯定能打得过 但是我打的 不够好 要对自己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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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把念经 妄把念经 好的 然后上来 先四季待发 抽 再抽 再抽三张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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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点 再抽 先是这个 然后是追击 然后是被刺 再被刺 最后再吃一口 应急干粮 搞定 他下回合第一张牌是那个什么牌 哎对 我就知道是这张牌 这张上半牌必掉 没关系 我叔叔已经打出来了 幽静传掌 能早杀就早杀 真的 还有出现这个 记住了陆夫人 你只能打他 美国合成打三滴血 他拆了我一张 然后拽 这个好像就没必要了 反正也只能打那么点血 好 抽完了 就给他抽回来 嗯 就这样吧 再被刺 打一下血 再抽也抽 抽不到了 再打点血 就这样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你活不掉了 你活不下来的 我就不信了 我50多滴血已经打 你能打死我了 你有什么伤害 你告诉我 真是的 这下是我的抽 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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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打你我抽 我再抽 再抽 再抽 原来是个镇长 他们就是 当然是教堂里掌权的那群老头 他们容不下反对了生 该加力量了 我那什么满了 该加血上线了 哎呦 这是不到10了 14了 14就14了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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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为什么是猎人和幽灵呢 我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没有选择 你也没有 我想要打阿伊妩娜阿撒叠绿 我要打阿伊妩娜阿撒忘了 我要打阿伊妩娜阿撒叠绿 旅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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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点这个点这个我估计会破坏证 那种玉的 再抽一张牌应该能抽到了吧 对我等的就是你 双倍再见 也未必会长面 不过其实我不想 就想想不要再三张碰到 阿姨努纳阿萨跌离比较好 那个冒头硬摩尔士这一强 他会放那个30弓的大魔法 一下下去的话太土 腿腿腿腿腿 原来猎人我已经准备跳了 你说完的话就该我发挥了 抽三张 再抽 扬弓 在马特上还是最高的 打 再抽 三张 打 再打 再打 四张 应急干粮 挺好挺好挺好 弱点真茶 应急干粮吃上 打追击 好的被刺再被刺 水能带来生命 没有水 你只能够一颗赛 没有人的速度很快过 我闭着眼都能打中你 你试试看 先领掉一张 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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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必要 打不出来 我还不如留着呢 反正我是要点这个 我不信这个 我根本 不信这个 55滴血扛不下来的 我被这个猎人 我曾经 我战手被猎人秒 你们知道吗 他当时 噩梦难度 他一套钢包下来 打了我战士 100多滴血 结果我战士打死了 我当时不是满血 我150上线 我打过去 我刚才 我刚才 我之前我打的是一个什么 我忘了 可能是熊 可能是熊法师吧 打完之后那样 这还可以啊 直接打 叶蓝金 被躲掉吧 杨运都没有 赶两次 哇这么多我不费你一个 2 应该是这样 1 追击 好的 被刺双被刺 呃 别打了 或许我能够帮你找到外婆 狼人一定是狼人干的 这样的话康毛打我会更疼一些 反正我爆发高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这个买了 他这个屏障太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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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得打很久很久才行 嗯 然后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你先把这个精准打击打掉 啊 然后休息就可以了 下一回要准备吸吸血打 因为打他必须得虽然说打不出爆发 但是你得打好几下 所以说然后再把这个开起来 还没收到吗 虽然说其实没比已经没必要按那个顺序了 但是强迫症 而且该打的还要打完啊 这个 这个习惯是要这个习惯是要那什么 这个习惯是要学的 然后就打一块倍次 我一点肯定破坏我的 想都不用想真的 不疼 不痒 不怕 不光 请继续 不疼 还是好打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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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就是我抓的多 抓的多 打的多 再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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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覆了 还说 我想一想 打不死的话 咱尽量少挨几刀 伤害减少二 不过三 你这 这全都是零了 但是也要打完呢 即便全部是零 该打了也要打完呢 这个结束完就打完了 其实今天就是弱眼振察的 不过男人 反正打完这回合就危险了 他他下回合肯定也指定了 这个小细节的问题不用多考虑 不用多考虑 怎么还不掉 还不掉就打掉你 打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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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我不是没掉 他刚才是又加了 臀儿酸了 你个孙子 这次你该死了吧 该死了吧 给这家伙子 所有的生命 终将回归自然 还有一个是 生命凋零 就像落叶般 干枯 脆弱 还有一个就是 阿 伊努娜 我这都是 我真价实的上等品 一把好的武器 能让 事半功倍 我说吗 这个世界 有太多未知 阿伊努娜 阿萨 可把陆锋我高兴坏了 高兴归高兴 我还是得杀他 这个应该先打 这应该先打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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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说 这样可以把他叫出来 然后把他舔上 然后就 一刀 再一刀 没事他打死我 没事也罗生门那里的确有 我的确犯了一点点的小错误 没关系 44的盾 他大火球 打也打不碎 你的体内有股奇妙的能量 你的身体 那股能量就是 阿伊努娜 陆夫人你够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这个说的 特别的开心 所以说我就说了又说说了又说 怎么好卡全塞红一下 假象 比我的触手还要多 触手 不要惹我生气 Don't piss me off 那就来 piss you off 有什么接上 他的诅咒 他的诅咒是打到第四张牌直接崩掉 所以尽可能的把他那个 诅咒给他 抵掉 就尽量不要让他 尽量不要让他掏出来 肯定破坏的是我的 不要点 但是我关键还没抽出来 你知道会这样 一 二 三 结束 四卡诅咒 两张四卡诅咒 不应该吧 反正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是4 其中有一个是4卡组斗 我只能打4张牌 哎呦 差把这个点 1 2 3 4卡组斗 哎呦我留了 另外一张 不会也是4卡组斗吧 我先打4张卡 我看他触发 触发的话我在那边 1 2 3 4卡组斗 又是4卡组斗 哪那么多4卡组斗 这个阳光是假的 拿掉 这时候我的盾是够 同时出两个4卡组斗 路分我这也是少见 对 不会不怕 Magazine 不过不怕 不怕不怕 没 dijo 别打罗通门 投 我觉得他差不多应该是死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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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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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到罗生能 不 economies SH画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死了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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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怕不怕 继续 然后下面是 本贝一键秒杀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会明白什么 明白你都打死 这个好 来吧 最后经典让人来 没有你喝不到 最后经典手牌删什么呢 准准打击 85还可以再删一次 再删一次的话 看他 看他 往上 罪恶真相弃神父 大神父 希望只会让人更加绝望 死忆敢发 暂时处发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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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生门前贴上 抽 然后是 下次攻击up 追击 被刺 再被刺 再被刺 吃一口 被刀 xd 这工时 弓 5 5 数 抽哎干粮出来干粮抽 再抽 再抽 我现在不能打楼上门我的牌不够 再抽等你 再抽好的可以打楼上门了 楼上门起加速 好的兴奋加速 再点 他应该进入四项了是吧 激励 兴奋 激励 两回合 弱点侦察 追击 被刺 再次被刺 没关系 是没打死 我是神在世间的大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没打死你 你俩都能打死我 炸弹 对我就知道你会丢炸弹 又有什么用处呢 炸弹并不能够改变这个游戏的终局 挺多多打几个回合 其实这也是很多的玩家跟我说他们打不过神父 我才给大家演示如何打神父的 刚才手快了 请继续你的表演 看是我叠的快还是打的快 这人都有罪 就像落叶满钢不碎 很遗憾我有这个废车 然后咱们 再续 吃了 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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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被刺完就出来了 再续 再续 弱点 侦察 追击 被刺 插一下 如果那个复制的我没有吃那什么 我没有吃那什么的话 我刚才就可以给他打死了 没办法 因为他刚才卡了我的那个 他卡了我的这个行动 我不吃那一口干狗粮的话 其实说说干粮 不用特意的造效果说的狗粮什么 我留四季代话就是在在等 这是 两道 我的 狗粮吃上 老兽们 兴奋 兴奋 一个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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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有叠甲成就吗 话说 每个人都有罪 我跟讲 打神父有有一个 给他一把短剑 其实是个好事 能卡他一 能卡他一手 你知道吗 我说门 加速 兴奋 激励 激励 伺机再发 把短剑给我抽出来 再抽 好的 加速 然后是 点 啪 啪 啪 哼 原本以为可以在月圆之夜 悄无声息的借助 怪物之手消灭小红帽 和外婆 当霍普一族完全消失后 解除森林诅咒 却完全不存在了 没想到最终还是得亲自出马 并为自己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神父倒下后 被诅咒的怪物都恢复了人形 黑森林 不在中年积雪 且物欲熏心的教堂实力 通关就是这么爽快 很遗憾 我不是那时候 不然的话我就真的可以给这把点出来了 现在还差点出 我要是拿我手机 他不能拿手机玩 要是拿我手机玩的话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全公关存脑 想这么打 想打这么 不过这期节目路分我做的还是很开心的 那么好的 感谢主要玩家收看路分我这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玩兴奋了 我都忘了 下载这款游戏 大家可以 如果你是手机平台 可以去iOS app store下 如果是安卓的话 你可以去tap tap上去下载 我很多游戏 安卓的游戏 基本上都是从那里下的 那么好的 就说这些 下次节目再见